HELLO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Jeshu 這些集訊息量有點大 我用ChatGVD做了一個Gumroad的一個接點 用來處理說台灣沒有辦法直接去搜 國外的線上刷卡記錄,尤其是PayPal 具體它怎麼去運作呢? Gumroad上面它可以去做一個虛擬商品的上架 那虛擬商品上架的話,它有提供一個所謂的licensePay的序號接點 序號接點的話就是商品上架它會給你一個商品ID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ID去請求說 這個產品它有沒有做到購買的這個動作 可以跟Gumroad去做一個請求 那請求的結果的話,它會給你一個Jetson檔案回傳 回傳說這筆交易到底是有沒有成立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接點去創造說 我們把我們的商品當成一個虛擬商品的序號來販售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透過Gumroad去上架商品 然後呢,銷售的時候Gumroad會給出一支序號 那這個是我剛創建出來的一個商品領面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具體我們的Wordpace以及WooCommerce的前台這邊要怎麼去做 就是我們透過Gumroad上面去買到了這個產品 Gumroad這邊會提供我們一支序號 我們再把我們的序號貼到我們的這個Wordpace平台上面 去做一個換取WooCommerce的Coplet這個動作 那它就可以在我們WooCommerce上面去買任何的東西 具體的方式呢,我是透過ChatGBT去寫一個 物行主題的一個頁面範本 我們只要新增了一個頁面之後呢 把範本呼叫進來 就能夠取得這一個頁面 這一個兌換許可證的一個頁面 那我們從Gumroad這邊買下來的東西 Gumroad會發一組授權序號給我們 我們把序號貼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去換取折價券 那折價券相對的就可以在商店結帳時候去做一個使用 來看一下 就是這邊可以貼 最後一個前往結帳這邊也是可以去貼 那在Gumroad這邊上架的話 就是選一個虛擬商品 然後設置定價 我之前已經新增過商品了 所以就不再去做這個動作 那重點在於說 下面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金額一定要嘛 然後這裡有一個 每筆銷售產生一個獨特的許可歷史 這個開關打開來 它就會給你一個產品ID 然後你把產品ID貼到後台這邊程式嘛 它就會針對這個產品 向Gumroad去請求許可證下來說 這個商品有沒有正確的被購買 售出來達到一個驗證的狀態 在Gumroad底下的話 它還是透過PayPal去做一個勤款的動作 那你在Gumroad這邊都有銷售抽成的額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是最快的一個做金流的一個方式 可以很輕易的去收款 接著我們就來演示一下整個過程 購買然後點擊付款 這個Google驗證有時候很煩啊 處理中 過來結帳了之後 結帳完成 它就會直接發一個序號許可證 我們把許可證複製下來呢 目前我們後台這邊是還沒有兌換任何一個投稿券 然後我們到這個前台這個功能 把許可證要貼上去之後 點擊生成折扣券 那它已經創立成功了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後台來看 重新整理一下 來看看折價券有沒有出來 已經出來了 折價券這邊我針對商品去做一個使用限制 也就是你必須是要用到哪一個商品 它才可以去兌換這個商品 以及說有綁定目前登錄的使用者的信項 那這樣已經完成月換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前台這邊去做一個結帳 加入購物車 然後我來複製一下這一支扣券 然後我來複製一下這一支扣券 前往結帳 然後在最後結帳這邊呢 其實我的Wookomers目前是沒有掛上任何一個 所謂的金流的插件 所以它這邊會顯示 下面會顯示說沒有一個可以用的庫房方式 那沒關係這邊一樣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Coupon貼上去 直接使用折價券 那下面這邊其實已經是完成了 那假設說你結帳的這個折價券綁定的 不是你現在帳號的郵箱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去做使用的 在下單購買這邊 系統會直接擋掉 那我們來看看這樣子可不可以使用呢 可以已經完成了 然後還沒訂閱我的頻道趕快訂閱吧 就大概是這樣子 對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後台這邊是什麼狀況 再來Wookomers底下的訂單 已經完成結帳了 已經完成結帳的動作了 所以呢 這樣就是一個透過這個方式去把 Gumroad的金流拿過來做使用 那你只要是用於說做知識付費系統 然後或者是說線上課程系統的話 其實這一招幫助是很大的 那因為目前程式嘛 我還在做測試 之後有機會的話呢 我再做開源的動作 那喜歡我影片的小夥伴記得呢 來幫我點個讚跟訂閱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 請客 請大家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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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